那今天是介紹妳是誰 喔 妳是陳雷華 喔 我知道 我不知道 妳是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我昨天全部Google過了 就是我們面對一個新的人 新的事情 我們在前一天 我們全部Google過了 Google變成是一個代名詞 就是說我可以從網路上 我越來越都可以了解 現在我可能打了幾百大哥 不知道他會彈出什麼東西來 我會打個成人校 他可能跑成人校山抓出來的那天 這個Google很好 還有圍西百科 像我的孩子就運用圍西百科 運用得非常好 甚至他們還可以把他們的見解 對一個事情新的了解程度 他覺得夠深 可以挑戰圍西百科 他們還可以寫一寫然後把它放上去 他有幾百多樣要接受 他像一個百多成書的概念一樣 那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東西 像Google Earth 他可以找到我們家 那天我在跟我兒子講 這四年的時候他在跟我講說 其實他已經Google Earth 已經可以看到月球 他看到月球的什麼 看到月球的那些地表 那些土壤啊 還有一些年齊 然後看到過去登陸月球所留下來的那個燈月小品 然後你點到那個燈月小品的時候 他們會告訴你這個燈月小品 是在什麼時候留在這裡的 當時他們完成了什麼樣的任務 我覺得超級厲害的 下一個Google Earth的目標就是火星 因為我們登陸過火星 他就是下一個人的任務 就是下一個人的探訪火星 所以我覺得這個網路的風趣 實在是非常的厲害 而且打開我們很多的視野 或者是我們對這個事情的認知 比如說只到這裡為止 我們不知道登陸月球 第一個人叫阿姆斯撞下 那是歐美歐的 但它裡面還有好多好多東西 所以我們去幫忙 那田石也一樣 像我們的小朋友好像最喜歡的就是網路的田石 其中一個網路的遊行 或者是開啟一個部落格 無敵小站這樣 它大體上是屬於一個比較休閒的一個狀態 比較休閒的一個狀態 特別要講一下田石業主 因為我們在準備這個 其實洗禮室還有很多的事情 有別的事情蠻焦慮的 我只想要怎樣好好來裏面的一本書 那後來我心頭一轉 會覺得 我為什麼不能放輕鬆一點 因為連達爾文他都需要這種田石的 偉大的思想家都可以放輕鬆一點 我為什麼不能放輕鬆一點 他有一個很著名的阻擋 他認為政府應該立法 讓愛情的結局都不能搞成悲劇 因為愛情小說是他最大的休閒 最大的休閒 他認真工作一天 他玩人生比較不好 一天只能認真工作四個小時 他最大的喜樂就是 好好裏一本愛情小說 他又搞成悲劇的時候 他又令他抓垮 所以他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主張 提拉米斯在義大利文的一 這也是書上裡面講的 就是把人拉近天堂的感覺 你吃一口提拉米斯的時候 你會覺得真的是好棒 他書裡面還有提到一種 他認為東方的提拉米斯 叫做田燒白 這東西我真的很好奇 我看他瞭解我真的很想去吃一下 他是用一塊薄薄 肥瘦適中的五花肉 切成薄片 然後裡面包的是紅豆 做成了一個棗 像瘤狀的這樣體驗 這個法 我們七七徒書會 以前在那個 春 春節 沒有啦 在你家 不然我會忘記 在我們那個熊姐上 是那個林顧問 那個那個 他的老婆 他們家 我們每次春假去 那個春節去團聚的時候 然後他的婆婆就是做這個田燒白 叫做夾鯊肉 他是在四川的 重慶的夾鯊肉 真的 我看他瞭解的 這個非常的棒 夾鯊肉 那我會覺得說 這個甜食 其實在我們閱讀的過程 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我們還是需要吃一點甜的 需要吃一點 所以我今天準備的米拉米斯 他進來就要吃 我還混著臉多的去跟人家排隊 去排隊 那他裡面有這個講法就是 現代人的問題就是 眾人是親服下 那我自己覺得這一點 我是 我是非常呼應他那樣的一個說法 因為也是我最近在 嘗試跨越文字閱讀 一直想要走的一個方向 一個時間的關係 像他這本書就用張妙子的一些插畫 他裡面講一些蠻有趣的事情 蠻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會讓我們在閱讀的心情上 比較好一點 像這個就是阿比劍 阿比劍 這個武俠得到了香港無間道的導演 陳偉強 他非常喜歡 說要把他拍了一部電影 還說內地要找周杰倫來當阿比劍的男主角 可是這件事情說到現在好像沒下尾 周杰倫跟林志明去拍了另外一部電影了 可是也是跟武俠相關的 那其實他本身 我們有一種狹義的一些內在的東西 都在這些事情上的顯現 他自己也是用不像來傳達 他想要傳達給各位的 作者有一些觀點 他認為主題閱讀也沒有那麼深套 也說我們同時閱讀 許多書評或書評參考一些資料 都能夠找到答案 譬如他提到走位的飛雪 他說花了很長的時間想到底飛雪是怎樣 他找到的答案就是說 享受當代各行各業領尖的人創作的成果 但是如果經典沒有飛雪也不能存在 飛雪沒有經典也是不能存在 這本書裡面都有講的很多 然後他也鼓勵我們在閱讀的過程 我們去找一個心理之對象 就是我們所崇拜的一個對象 我覺得他很直立的不用崇拜這兩個字 然後他用心理這兩個字 他個人最心理的是羅素 他一生當中被三種純潔無比的情感所支配的 第一個就是對愛情的渴望 第二個是對知識的追求 第三個就是對人的苦難 不可遏止的同情心 那也因為他第三年這個特輯 他在1987年1978年的若貝爾文學講 就是他平常自由的情審跟的道思想 他也有這樣的一個獎 所以他也鼓勵我們去找一個 我今天也趕快試著 只要去找一個心理的一個對象 那讀一本書到底有情況感 就是我剛剛有略略的提到音訊 就是這一本書 如何閱讀一本書 它裡面有提到音訊 你好好讀一本書 你的苦力是有很棒的 它回覆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閱讀技巧的增進 另外一種是教你認識這個世界還有你自己 因為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透過閱讀呢 我們只是在培養自己 幫助我們把這些問題看得更清楚 想得更清楚 讓自己對人類生命永遠的真理 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覺得他講的有一點很感性 可是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我自己也不一樣 但是現在很多事情是沒有答案的 也沒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都沒有什麼為什麼 那我們閱讀來改變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思想 讓我們看一些事情的角度 會有不同的想法 然後進而對人生這個課題 也更深刻的一個戰勝 那有一個人說 好奇心是閱讀最大的動機 閱讀的過程當中 好奇心的滿足又激起另外一個好奇 不斷擴大自己的視野 有談戀愛的過程 而且還是不斷地換對象 然後越換來越帥 甜蜜又滿足 你們猜這個人是誰 是美法 那今天不能來 他特別給我寫了一封信 我很感動 他就是這樣子跟我分享的 我說你真是一個溫暖的好人 他雖然不能來 他還是給我家有打氣 所以我發現你們這樣子分享 後來會有人會給他拿 你們分享會在我的口音 好奇心棒喔 你看像彈天啊一樣 而且他越換越帥 甜蜜又滿足 我覺得太對付他了 太可愛了沒辦法 好奇心棒喔 今天吃什麼 我接下來有想問 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自己並沒有很多的 清闢的見解 關於樂徒這些事情 我只是談一下自己 往後這一條樂徒的道路上 我大概會用什麼樣的心情來的 因為我覺得樂徒就是生活 像我昨天回到家十點半 還會早上八點半出門 但是我累到快一點的時候 我還是要讀一點書才能睡覺 因為樂徒就真的是我的生活 那讀什麼和心情喔 然後我自己的特性呢 我在感性中追求理性 通常我會用一種感性的方式 對 謝謝 聊天 完成 安靜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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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我們 可以 沒有 可以 我 我們 感谢观看